第五十八集的神神秘匹男 回到第五十八集的神神秘匹男 大家好 今天的主题 之前想候了一段时间 跟很多事情有关 我们听了医生的一个讲座 叫做爱与背叛 你很有感觉 很有感觉 因为东东叫我去听 我们也听了 但同时 因为这个主题 我也看了另外一些资料 到底爱是有什么 我们先讲讲讲座 爱与背叛的讲座 你有感觉可不可以分享 听完之后有什么感觉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应用程式 是 这件事非常重要 现在科技非常先进 有一天我去了医生 不知道如何拿一下 看到一个人很有心 帮医生寫了一个 蘋果APPs 那是否认为了医生 那是否认为医生 那是医生 医生 医生 那你便会找到 那医生有一个咪 你知道多么兴奋 那天突然间 有300个讲座 任我选择 接着电话 塞个耳朵便可以听 太好了 那我就数一下数一下 医生有很多讲座 我都听过 突然间有四个字 很吸引我 外与背叛 那晚应该是凌晨12点多 我就趁儿子睡觉 我就在这听 就是 不是 我一直听 我一直哭 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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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了 鼻塞了 坐起身 甚至鼻塞 那我那一晚 是这样入水 所以在医生说的 的奖励中 原来 我和背叛 和我们有很多的自我价值 跟很大关係 好 因为这段 我是去听这个奖励中 她說了很多 尤其是說到兩性關係 大部份兩性關係 夫妻都會出現一種愛 或者覺得對方不愛你 背叛你 但其實很多時候 我要背叛都會出現一些其他關係 例如親子 友情 是友情 兒子大了 我不生如虎 養大他 然後他有無有逆 認識了女朋友 很多媽媽原來都覺得兒子是背叛你 所以愛很多人賦予了很多條件 她覺得愛應該是怎樣 或者你愛我 你就應該有這個行為 或者你愛我 你應該這樣想 或者你愛我 身邊只可以有我一個人 我經常都很流行說 這是一個有趣的假設 很有趣的假設 因為你要明白 在新生靈的概念裏 基本上人是自由的 她的情感 她的思想 她的感覺是自由的 你把你的價值觀這樣套給別人 然後覺得別人應該有這些行為 這些想法 這些表現 什麼叫應該 應該就是你把你的價值觀套進去 或者你覺得你兒子應該這樣想 或者我這樣對他 然後你應該有回報給我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不自由的愛 還有其實也要反觀一些 譬如說朋友和朋友之間的關係 因為陳小珠你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你就要點點點點點 這樣才符合我的好朋友的想法 有很多人會是這樣 或者你以前是我的好朋友 我會這樣對你 突然間你變成我男朋友 男朋友 很多人對男朋友有很多想法 突然間他就有很多附帶的條件 很多附切的條件 你會這樣對我 其實有一句說話 是很多年前你叮我的 我想你當時也不知道 喝飲料的時候 就說起我以前的男朋友 然後說了一些我們之間的點滴 突然說過小珠 我想跟你說一件事 就是一個人最蠢 就是無論發生甚麼事 你就是否定過一份愛 我記得 因為這句說話我覺得很重要 然後最蠢就是 覺得那個人不愛你 嗯嗯嗯嗯 我覺得這句說話 我簡直是愛了 是嗎 你很少跟我說這麼嚴重 但你又說 這句說話 好像人人敲醒了我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因為這樣 所以你就不愛我 這樣這樣這樣 所以你回想你以前的關係 例如誰人 他這樣這樣對我 他還算愛我嗎 或者這樣這樣 你就已經否定了 你覺得你人生的歷史中 沒有人愛你 嗯嗯嗯嗯 這個我覺得很重要 在你人生的歷史中 是沒有愛的 沒有愛 或者他做了我這種事 他還算愛我嗎 就算他餓了你十年之後 只有一件事不對的話 那十年的東西都畫了 一枝銅筆畫了 是的 你的人生就是很悲慘 但在我預備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突然看到另外一篇資料 我突然之間好像有一個很溫暖的水 從頭淋下去 他說 愛是合作性的冒險 也就是他醫生的講座 是 也是他的講座 或者是他的一些資料 嗯 愛是一場合作性的冒險 你拔一下這幾個字 完全明白 他說 其實在賽斯的資料裡面 就是 他說到的愛 就是宇宙的本質 嗯 他也包括了宇宙 如果說到宇宙的本質 他就會包括地水火風 嗯 五行 或者是 動物 植物 昆蟲 整個地球 整個環境 或者是山河大地 這些全部都是一個 愛的合作性的冒險 嗯 說到冒險 就是說 沒有人知道愛 沒有人知道What's next 是安全 還是 愛會創造一些什麼出來 嗯 嗯 大家都試一下試一下 這樣試著去愛 嗯 非常之明白 真的 拍了這個水火 就像清涼茶一樣 不用怕 大家都不知道結果是怎樣 一起試吧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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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他說 這一場合作包括 鬥爭冒險 恩怨情愁 喜怒哀樂 矛盾 所有這些事情 我突然想起 雷雨 那樣 小晒一點 這樣 但是這一場 是一場合作性的冒險 如果你在角度去看的話 你生命所有出現的人 都是 第一件事就是想念創造出來的 第二件事 這件事發生的話 一定背後有一個很愛的原因 一個愛的課題給大家去學習 是一件很美的一件事 他提到很多的例子 例如是 小三 小三的出現 小三 即是 我們叫做 二奶 第三者 第三者出現 就是教識你 原來 你可能學會去放手 或者學會去找回自己的價值 又或者 看到你將你自己的人生 都投資在一份感情裡面 知而此類 又或者是一個人 借了你的錢不還 令到你覺得 原來錢作可能是新外物 又或者 每一件事 你要不要看到他 真善美的一份美 在裡面 每一件事都是 令到你 怎樣說 每一件事都是向上和向善的 是 因為在這個 聽這個外語背叛裡面 你知道許醫生講座 有時便會小聲 有時便會很激動 我很記得許醫生咬牙癲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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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歡了第二個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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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生要死的話 你要去自殺 要怎樣怎樣怎樣 請問 你的自我價值在哪裏 其實真的是 如果有些人 你會發覺 很普遍 當你身邊的人 某個原因 他喜歡了第二個 又怎樣怎樣 當你濕了這份愛的時候 甚麼都沒有 你整個人生 只有這件事 又或者在工作中 你失寵的時候 你覺得你在工作中沒有價值 或者你已經沒有了能力 這些 所有東西都是自我價值 真的要重新去看看 你的自我價值是怎樣 接著他醫生還說了一句話 即是在工作中沒有很好的 他還說 在這個情況之下 究竟是愛背叛了你 還是你背叛了愛 是的 因為這句話 他不斷不斷在那個工作中沒有寫 然後 我很欣賞他說 愛是一種信任和信仰 愛是一個信仰 他也經常這樣說 信任和一個信仰 他說透過這份愛的合作性 你會怎樣看 譬如癌症 譬如你的感情去到一個終結 又或者另外一個人變心 你的朋友變心 你的老闆變心 你的伴侶變心 你的伴侶變心 你的子女變心 這對愛還有沒有一份信任和信仰 另外一句令我很感動的說話 如果你對愛有足夠信任的時候 無論愛在不在 愛永遠都在 不要忘記所有行為 背後有一份愛 我必須要分享 昨晚發生了一件事 昨晚發生了甚麼事 文書很大件事 這件事不大件事 但我的衝擊也挺大件事 所以我去台灣找老師 然後我有點看法 你這樣攪著老師 然後 雖然知道 即是說雙婷老師 是的 他不是一個 他很需要自己生活的空間的人 是的 其實雙婷老師 你去找他他會很歡迎 但其實他會需要應酬 他需要照顧你很多事情 而且他也是很需要時間陪他的小朋友 他自己也有教課 他要去香港、馬來西亞這些地方 他真的跟家人陪他家的時間 不是很多的 基於這班是我的學生 然後我也覺得他去找老師 好像是透過我 好像是令到老師 多了一些人去找他 我就會覺得 我經常都說 我不會找的 因為也有提過 老師上次來香港時 有跟我提過 他覺得要安排時間 因為接下來我們也有些項目 去行動 關於我們的雜村 那裏 所以他說 時間上我真的不知道 如何分配 就算他承諾給香港的時間 也說 我暫時給你多半年 半年之後才會再看 然後 然後 所以我 當這班人去找 我就說 你們有多少人去 因為他們一天都預約 全都預約 也都是 我不知道我認識錯 老師已經說 我沒有想過這麼多人 嗯 好像越來越人多 然後 然後 我就跟他們說過 然後 我的意思就是 我不知道你是否覺得 你好像在給老師生意做 為什麼 他們會有諮詢 對 他們會找老師做諮詢 然後 因為這句說話 我們在網上說這句說話 那時候 因為他們問老師 老師說 我沒有這樣想過 我沒有這樣想過 我沒有知道雙庭 他不行就說不行 他不行的話 他真的會盡量去 把那一天給你們 他不是不高興的 雙庭老師不是這樣的人 但這當然是我的看法 然後他就覺得我這個看法令他很傷心 誰很傷心 那位學生覺得很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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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看他 但是 我也會覺得 我可以一天有一百個念頭 但是 我沒有想過去隱藏我這個看法 我覺得我告訴你 我沒有什麼問題 東東 你是不是因為貪美所以這樣呢 不是就不是 是啊 但是他就覺得我這樣看法 為何你不直接跟我說 為何你要繞這麼大的圈 跟我說 第二件事就是 我每一分鐘的念頭 我不知道直接跟誰說好 另外就是 我真的沒有 我跟你說 我也沒有不介意你跟他 跟當事人說 因為我沒有什麼不可以跟你說 我有這個想法 我有這個想法 我完全不覺得我不愛你 或者我對你為人有什麼 但是 因為這件事 我們在對話上 在電腦上說 有些不愉快的事情發生 我也有強度 我也覺得 我又介意別人對我的看法 我每個人都有這個課題 因為這件事的話 但是在那個過程中 我們經常說 我發覺我和這群學生的活動有趣 我們不斷地說了一番話之後 然後說 不過這樣 我也是愛你的 然後他們說了一番話 不過我也是愛你的 嗯嗯嗯嗯 我覺得很有趣 這件事 怎樣都好 不要否定 愛 無論愛在不在 愛永遠都在 嗯 嗯嗯嗯 還有我說了一句話 每一個人都會因為愛的理由 選擇去做一些事 和不做一些事 你說我為何不直接跟你說 又或者為何這樣這樣 為何這樣這樣 那你會看到 其實背後都是一個愛的理由 嗯 嗯嗯 這樣 但是真的 是的 我覺得生活上很多事都是一個 學習 都是這樣的事 所以當我們演繹一件事的時候 我們說那個人背叛你 或者那件事 那是一個控訴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跟 我一直都會 就是聽完他醫生的很多話 自己想回 為何你會控訴那個人不愛你 是的 為什麼呢 他沒有責任愛你的 是嗎 很開心你說這句話 哇 經歷過大事會長盡 還有其實 我剛才經常都會說 他是你男朋友 或者他是你丈夫 或者他是你家人 你就會賦予他很多的義務和責任 你賦予他很多的責任要怎樣做 那這個講座已經提到一些案子 有些案子就是 有一個女士 就是她第一天嫁給老公已經不愛她 嗯 但是她仍然要 我記得這個案子 盡妻子的義務 因為她覺得離婚是很不可以的 是嗎 她要盡妻子的義務 但是女士們和一個不愛的人 要盡妻子的義務 她說她每次女婚都沒有喝醉的時候 就會有需要 然後她說她 她很不想做人 辛苦 但是 繼續維持這段婚姻 她就背叛她自己 嗯 但是如果她離開她的先生 她就背叛這段婚姻 嗯 我問你做人怎樣做 那條線在哪裏滑 又或者另外一個個案子就是 她的男士就是 中學時已經知道自己是同性戀的 是另一個個案子 是另一個個案子 然後她就結婚生子 她兒子四歲 這個男士只是一開始在外面偷吃 但是後來她就找到一個她的真愛 嗯 然後她就 太太就發現了她的韶山是一個男人 嗯嗯嗯嗯 然後你說這個男人 她要忠於她自己 那份愛 還是忠於她的婚姻 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究竟她在背叛婚姻 還是背叛她自己呢 是的 如果當她忠於她自己的時候 她就會控訴你背叛我 嗯 那麼多條線在哪裏 其實我們可不可以用一個更大的範疇去看 不要那麼狹窄去看愛這件事 其實到了這些問題 她真的站在那裏 是的 其實裏面 剛才我說的一個例子 我也很記得 在阿許醫生的講座裏面 有另一個例子 她就說了 我想應該是五愛的丈夫的案子 那她怎樣維繫這段婚姻呢 原來她就是她過往的十五年來 每個月她都會跟她的情人一起 對呀十五年一段婚愛情 十五年 這段十五年的婚愛情 她有這個情人 她就覺得我的感情 我有這個情人的寄託和支持 所以她可以繼續維持 和她丈夫那種無愛的感情 那究竟這個 許醫生裏面就問到 究竟這個第三者 是在維持你的婚姻 還是在破壞你的婚姻 在很久之前 現在差不多十年前 在另一個講座 就是許醫生的講座裏面 她說過 有時候 這個第三者的出現 是令到你的另一半 更加懂得去愛 嗯 她的愛一直都不膚死 這個人一直都不膚死的原因 因為有另一份愛養著她 嗯 還有呢 我以前小時候 做女生的時候 我經常很難接受 我忘記之前節目有沒有說過 就是 為何你一個男人 可以喜歡A又喜歡B 那個男人就是不好的男人 但是呢 人長大 然後我跟男生比較好朋友 真的 我跟男生談得來一點 我真的開始去明白 男性 其實不是男性 女性也會有的 不過男性 就是為何我可以喜歡 她真的喜歡A 她又喜歡B 她真的愛 她對著A沒有騙她 對著B也沒有騙她 不過在這個制度下 她無法整理自己 其實很有趣 在這個社會 我最近 是不是這麼適合這個題目 就是我們要去講的呢 是啊 我經常都會問 就是 今天才跟我一個 搭車來的朋友一起談 就是 我有一個兒子 我很愛他 我有兩個兒子 我一樣全心全意愛她們兩個 我有十個好朋友 我可以有十條心都愛 這十個好朋友 但為何 如果A又愛我 我和B又愛我 我只可以選一個呢 所以 有時 可能在靈性的角度 好像很離經半導 但是 我們有時 愛是基於一份尊重 不是一個枷鎖 愛應該是自由的 愛裡面有這件事 沒錯 可能你們要處理 處理你們之間出現了一個問題 基於我們現在的生活體制 但是 你不可以去否定 她和另一個人那份愛 嗯 你仍然有一份尊重 有一份明白和理解 這樣事情才可以有 否則 控訴 不斷去控訴 是很傷害症的 嗯 嗯 她說 很欣賞這句話 當你不相信愛的時候 對 愛永遠都在 而你不相信她 到底是愛背叛你 還是你背叛愛呢 是的 不知道大家聽到這裏 大家會否覺得很沉重 究竟 其實有時 許醫生不停地討論 究竟是愛背叛你 還是你背叛了愛呢 這個真的要很… 無論你信不信任 這個宇宙永恆地 我們生活在愛裡面 嗯 我經常都 譬如之前我們的愛的課題 那集很受歡迎 嗯 我記得那條金魚 我記得那條金魚 亦都在說 我們不是老鳳 我們真的 那麼安全 那麼健康 那麼… 在這個系統裡面 生活得那麼好 嗯 這個呢 我們一直… 我們經常都忘記了 我們是一個恩寵的狀態 嗯 我們經常都否定這份恩寵 或者我們把這份恩寵 推走 當她去反定愛的時候 我們是在做一件這樣的事 那 那麼… 那一會兒我們會更加去講 就是… 我們會更加去講 這個宇宙的本質 嗯 我們的本質是甚麼 讓我們更加明白愛這件事 OK 我們休息一會兒 好 天天見 好 天天見 好 我們又回來下半輯的 《淘淘美美》這節目了 我們又回來下半輯的《淘淘美美》這節目了 我們剛才有說過 就是我們再回來會告訴大家 和大家討論一下愛的本質 嗯 在這裡我預備這個題目的時候 本來我們是打算寫愛的背本 愛語背本 嗯 但是我真的很… 停了一下 我突然很想將這個題目編做 就是 其實賽斯心法就是愛的心法 嗯 因為在賽斯心法上 你必須明白一個很重要的基本理念 就是所有物質的東西 都是來自意識單位 嗯嗯嗯 所有我們的東西 所有的能量 或者是來自能量單位 能量都是來自意識單位 而意識單位就是愛 嗯嗯嗯 這個是最基本的一個 這個基礎 而呢 當你去明白這個創造的過程裏面 我和你都是這樣來 萬物都是這樣來的時候 愛就是所有生命源頭 這個宇宙存在的本質 那是否就是說 其實就是我們這個世界 為何會有這個世界 就是由一個能量層面開始 有這個愛的意識 是的 而比上這個意識 我們才 產生能量 然後才創造到我們這個物質的世界 物質的世界 我記得我剛剛和你都分享過另一個例子 就是有一個女士 她是Wardolph的導師 嗯 去收養小朋友 嗯 她去到一個地方的時候 看到一個寶寶 她很奇怪 當她看到寶寶的時候 同時寶寶又看著她 嗯 她的寶寶就沒有牙 在床上看著她 她知道她要收養這個寶寶 嗯 然後她再去拿這個寶寶的資料看的時候 她突然很驚喜 她以為她是一個八個月的小朋友 原來她已經兩歲 嗯 但她沒有牙 也不會走 就好像一個寶寶在床裡面 即是一個好像八個月大的寶寶 她是一個孤兒來的 她已經兩歲了 是的 她出生就是沒有了父母 所以她沒有人有空抱她 或者沒有很足夠的注意力給她 她收養了寶寶回去之後 就給她很多愛 經常抱她 經常跟她說話 其實剛剛上叉團 這個寶寶的意志力一定非常強 或者她的求生力 因為以前我曾經聽過一些故事 就是在一些孤兒院裡面 原來初生嬰兒的腰折率是很高的 這是一個故事 即是有一個掃地的阿嬸 她自己有小朋友 她就看到在孤兒院的小朋友 腰折率很高 而且哭得很淒涼 自此之後 她每次上班 她就會抱著一個嬰兒去工作 也是因為這些嬰兒有擁抱 有愛 有溫暖 這個孤兒院的嬰兒的腰折率 是降低了很多 是的 說回剛才那個嬰兒 那個嬰兒回去了一年 她生了牙齒出來 站起來 走路 回到一個兩歲多的小朋友的身體型態 所以接著她說了一句話 原來嬰兒是用愛人育出來的 是用愛呼出來的嬰兒 人的成長 如果有愛就會成長得很健全 速度各方面是很神奇的 所以愛就是宇宙最基本的本質 也包括 不管你們所有宗教用什麼名字 神 佛 上帝 什麼名字都可以 所有的東西 光 那一份能量的本質就是一份愛 一切萬有就是愛 另外就是 不過愛是會用不同的形態事件出現的 就是我們經常說的恩怨情愁 喜怒哀樂 所有的情節 喜歡離合 所有的情節 這樣出現的 所以 真是愛 是 報警版 背後那份報警版 前面會出現每一台戲 但是它永遠永恆地存在 明白 永恆地孕育著前面這一台戲 即是說 所有我們發生的很多事情 即是你說那一台戲 其實那一台戲 無論你做什麼 其實它背後 都是用愛去包圍著 所以我們一直在這個節目說 就是你要相信那一份愛 而且那份愛 無論在不在也好 它也是在的 即是應該就是 有時候我們會理解 無論你感受到愛 或者你那一刻 你感受到你身邊的人沒有愛 或者感受不到愛 但是其實那份愛也一樣存在在你那裡 同時 當你去信任這份愛的時候 我講到愛的心法 所以所有的悲風離合 又有什麼所謂呢 所有的恩怨情仇 又有什麼所謂呢 當你去明白背後 都是一份愛的推動力的時候 你就勇敢地去愛樂 勇敢地去經歷這件事 勇敢地去體驗這件事 當然中間我們會有我們的情緒出現 我們會有開心不開心 或者是所有的事情 但這個後來 你也是在學著愛 其實也是一個愛 其實我也明白 譬如說 當我們去面對一些事情的時候 可能我們會有不同的情緒反應 可能我們對這件事 會有不同的執著 但是其實去到最後 最根本的事情是什麼呢 我很小時候看嚴慎的小說 裡面有一句話 我到今天都記得 他說沒有愛那女來的恨 所以恨 其實恨也是 愛的另一面 如果不是很愛這個人 你不會恨她 或者是傷心 或者是知而此類 所有你的情感 寂寞 所有這些事情都源自一份愛 你必須要神伏於 是 誰叫我愛嗎 愛是一場冒險 而其中一件很重要的 我這個節目開頭的時候 我再講就是 是一個合作性的關係 所有事情的發生 是合作性的關係 無論你的大腦 是否明白 你的頭腦是否明白 到有一天 你一定會明白 當你回到我們靈魂的本質裡面 一定是一個合作性的關係 你剛才說到合作性的冒險 是的 所有人的出現 它是合作性扮演你的對手 合作性扮演你的肖三 合作性扮演你一個傷害你的人 有一本書 我不知道這個節目 我有沒有之前提過 叫小靈魂與太陽 好像有聽你說過 我說要去看 我到現在都沒有看 嗯 這本書很薄 很快看完 但是到了最後一段 最後一章的時候 簡直很感動 很感動 我不完全可以把故事性 記得告訴大家 是這個小天使和一切萬有的對話 但是呢 真的 你明白 在靈魂層面的選擇的時候 是 是 你看完後 你會原諒所有在你生命出現的人 感恩他們曾經出現過 其實呢 在你一直 這幾分鐘 這十多分鐘 一直在說愛的功課 愛的存在 其實你也知道我這幾年 都大上大內的事情發生 嗯 但是其實我對於當事人來說 嗯 其實我真的沒有欠過他 嗯 我知道 還有在最近我和他的相處 我覺得是很滑 大家開始已經有很好的溝通 還有其實你剛才說 阿老三發生什麼事 其實背後的動機 都是在愛的環境之下 我們真的很加速地去成長 它只不過不是以你要的方式去出現 它也是有一份愛的 嗯 還有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 就是 當我們面對開心的時候 我們成長得快些 就是當我們面對一些 驚濤蟹浪的時候 我們成長得快些 是啊 這個當然是個人層面 我們再提升去到 如果是合作性的話 如果萬物都是合作性的話 包括人和大自然都是合作性的 嗯 剛才說到山川和河流 所以所謂的災難出現 就是那些天災 天災 天災 所有大事件出現 其實都是一場合作性 嗯 而它的出現 我先說 對於我們沒有走的人 就是這群人 就是天災很多人死了 他們的離去 可能令到留下的人 更加學會如何珍惜他們身邊的東西 是啊 嗯 嗯 我第一次的南亞海嘯 九雲一令到美國很齊心 可能美國從歷史上 從來都未試過這麼齊心 九雲一這件事令到美國很齊心 南亞水災的時候 我也分享過 就是它起碼令到我 就是很感動 很多人很懂得珍惜身邊的人 它發生的事情可能是歐洲人 有錢人去到亞洲 就是陽光沿海灘 但是一下子什麼都沒有 嗯 然後呢 接著就是四川的大地震 這個其實 我都未見過中國人是這麼慈悲的 之前 嗯 很多感人的故事 很多爸爸不救自己的兒子 去救人家的兒子 很多這些故事 中國好像一個這麼無情的地方 但是在這段時間裏 我們太多 你不可以盡錄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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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網上 有很多很多很溫馨的故事 我突然想到有一個個案 因為你知道我囚小朋友 我對於四川大地震的時候 很多嬰兒沒有了一個媽媽 而她們還在一個喝奶的階段 我記得好像有一個女士 是的 是逢是嬰兒都抱著胃 她發現了一個媽媽 她的屍體是媽媽 她的手還抱著一個嬰兒 她在喝奶 我相信她也在裡面被困了一段時間 媽媽就離開了 剩下嬰兒是直接生存的 因為她有奶喝 因為她有奶喝 然後她在媽媽的袋裡 發現了一部電話機 媽媽沒事 她只留下一句話給兒子 她說 我兒子 當你長大之後 請你… 我的感覺 請你記住 我愛你 這也是一個很感動的 其實我看的那段新聞 她要問就是 那個媽媽 她除了… 她知道很多嬰兒 不只是這個個案 而是她身邊很多嬰兒 她還在喝奶的階段 她看到就泡沫身胃 看到就泡沫身胃 即是她是一個救護的 她自己有一個嬰兒 所以她有奶可以讓嬰兒喝 但除了嬰兒之外 很多嬰兒都需要 她就是分她自己的乳房裡的乳汁 給其他的小朋友喝 是的 還有日本 日本也看到很美麗的民族性出現了 在那段時間裏面 還有香港呢 香港就是 菲律賓事件 香港人突然間在那星期裏面很齊心 同仇敵蓋 突然間有很多醒覺 是的 在這裏面發生 突然間 原來 你好 你會看到 平時完全不理身邊的事的人 其實她都會對這件事很嚴重 當然這件事是一件很不開心的事 這些事也是一件很不開心的事 不希望再發生 但是背後都有一個很美的一面 我們可以看到的 還有可能在賽斯的理念裏面 就是這群靈魂和大自然的一種 合作性 選擇這個方式去離開這個地球 因為我們要明白 我們都說過 死亡並不是真正的死亡 死亡只是 死亡不是一個圓結 只能把這個肉體交回到宇宙 這群靈魂仍然會再回來 雖然會做到他們應該去的層面 或者他們來到這個人的 這個時空來到這個人的世間 就是成就這件事 而不一定 再換醒我們這些想法 是的 我們在講到愛的課題那時 我們不得不講就是自己的價值 不得不講自己的價值 因為一個價值完整的人 剛才我們都提到過 你便會不再控訴 或者不再要求對方是否給愛你 或者你不會依賴一個人對你的一份愛 而去證明你的自我價值 是的 在講座最尾的時候 許醫生問了一些問題 我覺得挺煩人心情的 他說 到底你是甚麼 你是甚麼 到底你存在為甚麼 是否有人愛你 你就算是一個人 沒有人愛你 你還算是人 或者有人愛你 你就覺得有你的自我價值 你值得 沒有人愛你 你還有沒有價值 或者有人愛你 你就算是一個人生 沒有人愛你的人生還在嗎 到底你的人生跟甚麼掛勾 你的人生的內容是甚麼 你為誰而存在 為誰而活 為何你要為一個人而生存 而當沒有這個人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你沒有價值 所以為甚麼你可能掛勾了很多東西 又或者是我有工作 有一份工作 有老闆提攜我 有老闆看我 我就有價值 如果我沒有工作 沒有人看我 我便沒有價值 知而此類 或者我的子女 全部不殺業 我沒有子女 真的很多 很多個案 就是一個父母 當子女成材之後 離開你的時候 她就開始身體出現問題 就會在短短的時間內 可能就離開了 又或者是有病 又或者找不到她自己的生存價值 就開始癌症 其他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將我們的價值 跟了很多 很荒謬的東西 她掛勾 她掛勾 我們也想起 我想分享一件事 就是 我媽媽今年年頭 是很危險的 是的 她有幾次 在短短兩三個小時之間 是可以離開了 有一天 我突然看著我媽媽 我突然有一個想法 就是 原來我媽媽在那時候 我還可以去愛 我還有一個人 讓我去愛 嗯嗯嗯 我媽媽不在那時候 我又覺得 我的生命好像一個洞一樣 嗯嗯嗯 我的愛又少了一個出口 但是我覺得我很感激 感激媽媽也繼續愛 感激就是 原來我還可以去愛她 我還可以去 有一份我的愛可以彰顯 或者可以給 原來呢 接受愛幸福一點 還是給愛幸福一點 很難計 那你有沒有感激你身邊的人出來 讓你去愛 或者你也感激她 曾經把她的那份愛給你 嗯 有沒有用一個感恩的心 去經歷你所有的 和人的相處 其實呢 剛才一提到 你說這句話 令我想起 就是 有時一段感情 就是愛和背叛 但是其實你要去回 就是在你們兩個 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那時候也是她醫生說的 就是你有沒有去感恩 這個人給你去愛呢 是啊 你想一下 就算一段感情 無論你將來發生什麼事都好 但是在過往那十幾年 究竟你有沒有去多謝這個人 在這裡給你有一個愛的出口 有一次參加一場婚禮 有一個新娘去分享 她說當她預備這個討論的時候 她突然間發覺 她說所有今天來到的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的人生就是你們 就是她的家人 她的朋友 所有的那些 她人生的組成就是所有這些東西 所以在你的人生之中 我不知道大家去回顧你的人生之中 所有在你身邊出現過 你開心不開心的東西 它不是你們的人生的 整個劇本裡面的內容 令到你回味的東西 除了這些身邊的人之外 大家都千萬不要忽略了 中間有一個很重要的核心 就是自己 而當你認認真真 懂得去愛自己 去對待你自己 你相信愛的時候 其實 你看出去的視野就會不同了 在這麼多年的輔導 或者是教學經驗裡面 我很心地感受到說 當一個人懂得愛自己 和明白愛自己的時候 他開始建立比較健康的關係 是 他開始去吸引 因為信念創造實相 他開始吸引 他不用去做什麼 他開始吸引 愛 他開始吸引 不一樣的愛 如果在這裡 我也有多一個看法 我有一個看法就是 當一個人懂得回到自己 愛自己 例如 假設我跟你 在我以前不認同自己 不珍惜自己 不愛自己的時候 我會感受不到 我和你有一些很好的關係 但當一個人回到自己 他愛自己 他有一雙愛的眼睛 你看出去的時候 就算你和同一個人的關係 都已經是不同了 你用那種眼光 你的出發點去看他 就算他以前做同一件事 可能你會發生冷渣 但是當你改變的時候 其實你餓在世界 未必你真的要建立一些新的關係 但你和原有的關係 其實你都已經變了 是的 你這樣說的時候 我必須真實地說 就是在你那段不開心的時間裡面 我也挺陪伴 東東經過這段時間 但是我每一次 你電話打給我的時候 我就 吓吓吓吓吓 因為我好像 開始接收垃圾 又被人拉到心淵 其實 其實呢 其實也不多不僅有 其他關係 你會很累 很累 因為好像 聽不到你又聽不到 你很在你的情緒裡面 然後你看很多東西 都在負面的時候 很累 所以你也很難吸引到 你不覺得有 可能你當時也不覺得 很多人支持你 那不是 那時候 那時候你會覺得 你為什麼不聽我說 你為什麼不覺得 我說的東西正確 我就選擇性地 是的 我就會了 但是 但是 譬如現在這樣 我就會覺得 和你的相處很享受 很開心 很舒服 之類 我又會覺得 真的 你那種 氣氛 你那種味道 就會吸引相應的人 來到你的人生裡面 如果你自己和自己的關係 建立得健康和健全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吸引不一樣的關係 所以其實 阿許醫生你講一集 亦都講到 我們怎樣有一個 良好的人際關係 是嗎 而良好的人際關係 我最初覺得這個題目 聽一下吧 人家那麼有空 那麼多 在街上乘車就能聽到 原來 你為什麼有些人 他有很良好的人際關係 其實都跟自我價值有關 當你的自我價值高的時候 你會愛自己 亦都是同樣的 你吸引的東西 別人便會喜歡你 別人便會喜歡跟你在一起 但是當你粉絲接觸 你不愛自己 覺得自己沒有價值 看出所有的關係 都是不好的時候 你便看不到 你和你身邊的人 有什麼良好的關係 你只會選擇一些不好的東西 那你的人際關係 就是都是那些人 那根據你的自我價值 可能就是 你會有很好的人際關係 或者 惡於你自我價值的問題 你的人際關係 亦是 在法律中 當你有什麼能力 那時 你就吸引些什麼 去到你的人生裏面 另外一件事 我想分享 就是 你去信任 所有發生的事 都是好的事 突然 這件事 我忘記了很久 有一段時間 我和我媽媽的關係 是很惡劣的 因為她的個性很強 我的個性也很強 想像到 然後 大家冷戰 我回到家就回到房間 她就看著電視 有時候說話好像很單打 大家 那一段時間很僵 然後 我很少大病 小病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是 發燒 是燒到 不起床 不吃東西 只是在房間裡睡 睡足三天三夜 那時有沒有公仁姐姐 照顧你 有 你最想是媽媽看你 不是 我三天 完全睡醒了 當然 姑仁姐姐有跟我媽媽說我發燒 但是 我就是 沒有吃東西 沒有去廁所 沒有喝水 今年的事 我媽媽還有意識的時候 也有幾年前 五六年前的事 是這樣 是完全 是昏迷的狀態 三天三夜 我醒了之後 然後又睡醒了 又睡醒了 即是不喝廁所 又不去 是的 是三天三夜 然後 我媽媽突然之間 我媽媽那時已經行動不良 她就趕著趕著趕著 去到我房門口 然後她說 女兒你什麼事 她說你沒事 然後我突然飄叫了一句話 一病敏恩仇 即是有時候有些病出現 你是有背後愛的動機 瓦解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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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家人 你之前有些什麼的感覺 只要有一個人出現了什麼問題的時候 突然之間你放下所有的東西 放下所有的東西 去回那一份骨肉情裡面 嗯嗯嗯 其實這個可不可以說 其實是 你靈魂層面對於這個關係 基本上 已經 不喜歡 你靈魂層面已經卡住了 那她不是用生病 令到你去解決這件事情嗎 我又不知道是否到靈魂層面 至少是頭腦層面 大家都覺得對 大家都站著眼 頭腦層面 但這件事就是 好像大家抹掉之前的東西 抹掉之前十幾天的東西 然後呢 冷戰了十幾天 冷戰了十幾天 我真的會死的 如果有一個人這樣對我 我真的會死的 有什麼都好 你罵我 我很怕別人 我很怕別人罵我 但是呢 我寧願你罵我 你也不要這麼理我 那我冷戰了十幾天之後 然後呢 這個病一病 就所有的東西可以抹掉 所以愛就是最好的治療 嗯 愛可以瓦解所有所有一起的東西 所以呢 真的 無論怎樣也好 無論你信不信也好 愛就是那個報警蛋 它永遠都在滋潤我們的生命 我其實很喜歡你說金魚的故事 因為我知道它很短 可不可以說一次給我們聽 哦 你可以用回《愛的心法》 什麼 《愛的課題》 那集 無論如何我可以再說一次 他說金魚去問佛祖 這是佛經的故事 他問他水是什麼 嗯 那佛祖 你知道金魚一直都在水裡面 嗯 所以呢 其實那個水就是愛 嗯 等於我們經常去問 究竟愛是什麼 我去哪裡找到愛啊 愛在哪裡啊 但是 愛就是在我們周圍 在我們每一個一呼一吸之間 在我們的氣息 在我們所有的事件 在我們的行事 甚至乘著作惡之間 都是我們的愛 好了 突然間一句說話跳出來 就是說 當我們無論面對任何逆境 任何不開心的事都好 請大家相信 愛 永遠都跟我們在一起 無論你信不信都好 你都是被愛的 出發點 你永遠都是被愛的 好了 我們這一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們下一集回來再繼續其他題目 拜拜 拜拜 拜託